物流業研發出一款電子鎖 應用在運載轉關貨物的貨車 被海關利用全球定位系統全程監控 同時簡化通關的流程 要解這個鎖 首先要輸入密碼 然後才可以用鎖匙打開 物流業界投資了大約800萬 研發這款電子鎖 去年11月開始使用 被海關利用全球定位系統作實時監控 如果貨車離開預定路線 或者貨箱途中被打開 系統就會發出警報通知海關檢查 海關說暫時未有不法分子 成功破解電子鎖系統 而新技術有助簡化通關過程 不幸的貨物從機場到內地 我們在機場驗後 全程監控貨物 所以到邊境後岸 就不需要再重複檢驗 由之前去四五個小時減散 現在在一個多兩個小時內已經完成了 目前正在用電子鎖 主要都是一些從事中港貿易的速遞 和物流公司 根據海關的數字 截至今年二月 中共是有109輛貨車 正在用這款電子鎖 無線電子機仔 劉俊安 可以不需要再重複檢驗 但是它以及從事中 線線的機器 提出廣告 是屬於整ures 不能能夠開山 就很重複檢驗 像生涯 然在我又有 從事中 損面 不得到 維持 也 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